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台股最近几乎每天都在涨 上个礼拜五 美股表现也相当的强势 NASA涨了141点 Dowjones涨了455点 带东日本涨了226点 恒生涨了401点 上海是红翻黑小跌4点 台股部分又连续的收红 今天中场收涨111点 排断最多涨137 再度的回到11000点之上 收在1100013点 我想也就符合郑老师的看法 在520之前 如果说国际的股市没有一个太大的幅度的变动 或者有一个什么新的利空 基本上欧美重启经济的活动 东南亚世界各国都差不多 市场预期说经济动能它会开始上来 那这样就说QE的关系 钱多到没有地方去 终究还是要买股票 然后台股的520之前 政策面的强力做多那个企图心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指数的部分 很厉害 上个礼拜是连四红 然后一根黑黑 然后再来又连五红 又过得高 今天是站上了年限 所以这个往上的态势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的看法依然是一样 今天是5月11号 我认为这个行情到520之前 基本上这个方向都是往上 当然就是说 因为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密集反压区 说月线 季线 时日线 年线 半年线 都纠结在这边 那量也不大 那量就是1600亿 1700亿 所以这边就慢慢推慢慢推 那推的也不会快 但是这个方向是往上 那方向往上就好做 因为其实很多股票就轮涨轮动 轮涨轮动 那就轮着做 怎么轮着做 比如说上礼拜一 我们就买172块的加登 当天最高182 就逆时大涨了9.3% 然后礼拜二最高来到184再往上一点 然后再来礼拜三到187.5 再刷新高 礼拜四到192再创新高 礼拜五来到 193的上礼拜最高点 我们就获利出新一趟 买完之后连涨五天 从172到193 就赚了21块 赚了12% 虽然说没有到什么两三成三四成 一个礼拜赚了20来块 这也相当不错 然后今天加登 涨本还有更高 更高 因为公布的营收 月增的大概超过两成 最高来到196 有比我们礼拜五的高点 卖的位置来得更高一点 但尾盘就掉下来收188 所以就短线来说高档连续三根的黑K 看起来有卖压了 有卖压了 所以就短线来说 营收的利多 这一波也涨了大概二三十块钱上来 先走一趟 不论非常漂亮 等到有拉回量缩 比如说创高整理 创高整理 想要再又创高 多少都会有整理的机会 就再买就好 所以172买到193 就五天时间赚了21块12% 赚钱卖一趟 压回再来买 先转到 这个礼拜我们陆续要买进的 全新的金铭股 所以就是操作保持灵活 因为指数毕竟它在一个反压区 而且电子股即将进入的是 五穷六绝的淡季 我推估在7月之前 电子股它的比重会被压缩 它的强度不会那么强 但是一些少数的 像加登这种 在6月份7月份 它的营收会非常粗略 把最表现的股票 它会有逆势往上的机会 但终究 它不容易一路往上喷 就是来回去间 所以操作上 你就要保持灵活 保持灵活 另外仓和 礼拜尾盘拉涨停板 250块半 涨盘非常强势 最高又来到274 差一点点 到掌停板的附近 就遇到 季线的压力 就横盘整理 在这边突破季线 但这个季线压力真的是大 所以今天创了一个天亮 一万两千多张 留了一个上领线 加黑K尾盘就打下来 打下来 但是我认为 这就只是一个 季线的换手 换完之后会再往上 因为数字公布了 4月份营收 1.68亿 比上个月减少8% 但其实是优于预期 因为之前股价都没涨 因为市场 普遍预估说 营收可能是1.3亿 1.4亿左右 就公布说还接近1.7 1.68亿 基本上这个数字 确实是优于预期 之前营收比较高的时候 是1.76 1.94 1.82 1.84 所以1.68 其实离高点的营收 没有差太多 代表印度 东南亚 欧美的停工 确实有一些影响 但影响层面并不大 因为营收只掉 大概8%左右 所以也代表就是说 后面当欧美复工之后 营收上海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礼拜五才会涨 你本早上一度的拉到 接近涨 欧美目前陆续解封 然后东南亚 也在慢慢恢复经济活动 陆续复工 印度目前好像还没有 但大概五月份 陆续都会开始解封 太阳轮电厂 基本上它也不是一个 人员太密集的 一个施工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个太阳轮电厂的 一个解封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 它又是全球的 唯一的独家专利 PI网版 所以你说不跟他买也没有第二家 太阳能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在这么大的产业 能有拥有独家的材料的独家专利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后面那个需求不是消失 它只是地缘 而太阳能的产业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今天我给太阳能 今年的补助 你通常要在某一个时间之内 比如说六月底之前要盖好 或者是年龄之前要盖好 你才拿到这个补助 所以今年预计要盖多少 大概在年龄之前 它都一定要盖完 所以因为肺炎的地缘 后面我认为需求会 整个会爆起来 因为它也是要赶工 毛利率上看55%到60% 我认为补涨已经才刚开始 因为这波仓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 人家疫情打下来之后 很多都已经涨一倍上去了 它就停在这边 也没有跌 它就是不涨 就是因为营收 那营收又有预期 那我认为不涨已经就要开始 所以这个仓和部分 当然电子股进入五穷六绝 它的循环跟五穷六绝的电子产品 是不一样的 反倒有机会在前面没涨的过程 成为大概7月份之前 这个电子股之外的 非常强势的一个指标股 我想这个仓和部分这边 要密切来做留意 那当然我认为防疫股还是主流 虽然说礼拜五好多防疫股都跌停板 今天早上很多也打下去之后 然后陆续很多股票拉上来 虽然尾盘很多蛮多还是跌的 但防疫股我认为还是主流 我们从数字来看 恒大盘中 最低一度跌到81块2 离跌停板只差两毛钱 然后到大概到11点的20分就拉到平盘了 尾盘虽然说还是跌跌了3块钱 大概跌了3% 但是这个跌就并不多了 并不多 所以代表就说 这个低档的买盘是强劲的 那我的看法不变 就是说大跌就是站在买房 大跌你就应该要大买 但是因为它是20分钟的分卖交易 即便是买一张你都要预付款券 所以能不能买 你要自己想办法 但是我的看法是今天跌下来的过程 大跌大买 后面你都会回头再感谢我 因为它的数字将一路往上开 4月份营收果然如我的预料 突破了3亿来到3.16 月增两成 月增两成 3月份是2.62 4月份来到3.16 月增两成 再创历史的新高 营收实在是太强了 从1月份只有5800万 大概5900 2月份就倍增到1.06 3月份到2.62 4月份已经来到了3.16 因为过去 大家都不需要戴口罩 但现在疫情爆发了 台湾走到哪 大家都应该乖乖戴口罩 2300万的人口 每天都要戴口罩 那个需求量就是这么大 所以这个营收翻倍再翻倍 这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就经济部的之前的公文是说 口罩相关的产品 到6月底之前禁止出口 所以6月之后 7月份可以开放出口 这个市场就大 因为过去欧美的人是不戴口罩的 但现在你要恢复经济活动 你要可以有一些娱乐活动 你要开始上班 你要开始上课 今天的新闻 大概什么中国 美国 一些国家 他一开放 所谓的一放宽社交的距离 或者是经济上一解封 陆续续一些群聚的一些病例 他就出现了 他就增加了 所以你想要解封经济 你就必须要做好防疫 温度要凉 耳温要凉 耳温要凉 口罩要戴 不然的话那都是空谈 因为现在没有疫苗 所以那个都是空谈 现在真的特效药 也还没有非常肯定的出来 所以你就是要做好防疫 所以当过去欧美的人都不戴口罩 现在都被规定要戴 市场到底有多大 全球70亿的人口 每天都要用同一个产品 而且那是一个消耗品 那个市场真的太大 所以今天我们在盘中时候 也看到一个新闻说 加拿大跟大陆采购医疗用的口罩 可能是N95之类的 结果发现品质不OK 其实这个陆续新闻都很多 所以就紧急来跟台湾采购 1000万个口罩 当然台湾现在是禁止出口 所以这个要专案核准 那会不会核准 当然会核准 因为这就是做外交 这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比你中国大陆的好 所以这就是最好一个外交 所以这个一定会核准 这说明的就是说 台湾品质MIT是 让国际非常有信心的 那医疗产业台湾版就强 所以未来你说开放出口之后 台湾的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恒大光内销 四月营收 创新高月增两成 五月份会更好 六月份会更好 第二季上看三块钱的获利 七月份开始外销 加上预计第三季将涨价10% 而且卖台湾跟卖国外 那个价格又不同 同样的东西 假设你台湾是卖10块钱 卖国外可以卖到13 14块 我是随便举例 但是就是说你基本上 你美金计价 国外的口罩卖得非常贵 那台湾是国家 对你们人卖太贵 有赚就很棒 卖国外就不一样了 所以到下半年获利又大爆发 所以我估计全年赚13块钱的股票 现在的股价竟然跌到剩下 这波最高是116 然后分盘交易将反股拉回 今天最低来到81块2 收盘价是87块 赚十几块 今年光内销就赚超过10块钱的公司 未来还要外销 你说股价只有100块钱都不到 当然就是完全不合理 所以这场是坚持只买金平股 为什么我可以对这些股票 在跌下过程我都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跟你说 营收会超过3亿 事实上开出来3.16亿 就符合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们对后面的数字的掌握度 是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到位的 当它的数字 如我所预期的一路往上开的过程 我在这个市场台大毕业进入这个市场 已经第24年 我的经验告诉我说 当你数字一路往上开 最后你股价就是会一路往上 最后它是同步的 所以短线的波波折折 其实那个都是一时的 我以前也常举例说 今天我带大家买的叫做金平股 是股票里面的金平 它就好像是股票里面的LV一样 但今天大家在做消费 去买包包LV的时候 LV只要打个95折 甚至打9折 可能这个几率就很少 大家买 冲 杀 趋势若鹜 赶快先买先赢 但是你买LV包包 难道你转卖会赚钱吗 或许有机会 但是我认为 那个机会是微乎其微 但今天的股票里面的LV 是不一样 股票里面的金平股 股价今天第一根跌停板打9折 两根跌停板打8折 你更应该要买 因为今天买股票里面的LV 后面会帮你赚大钱 但是你买真正的包包的LV 那是不太贴 所以越是金平股 跌下来越要买 只要你趁点买这种好的金平股 后面你往往很快就会赚钱 我想我常在讲 事实上 常常都不用几天 就会获得验证 就会获得应验 那另外南六也是一样 第一次423 礼拜四买200块钱 经过了一天 两天 第三天到228 第四天到230 我们就先卖一半 第五天到228 就全部出新 也是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赚了大概30 加登一个礼拜 赚了超过20 南六一个礼拜 赚了超过30 这都是非常漂亮的一次的 短线的一个操作 然后卖掉之后 在5月5号礼拜二 大概225的附近 再度进场买进 然后隔天就一度量增长 卖251.5元 然后上礼拜四 最高来到254 礼拜五才随着防疫股 一起做拉回 然后今天盘中最低 杀到215之后 早盘最多杀到215 盘中又拉到快要平盘到235块 所以那个低档买盘 是非常非常强劲 尾盘虽然说防疫股 今天都没有成功守住 翻红的走势 但是尾盘小跌4块钱 收231块 这是非常强 代表你今天买在低档的 215的 220的 到收盘你都是赚十几块钱 所以这种好的金平股 其实你趁得跌买 常常很快就让你大赚钱 那他的营收 还高于我的预期 我每预计是7.5亿 上个月 营收6.98 就4月份营收 公布出来是7.9 月增10.38 再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那个创告态是非常明确的 我估计第二季的营收 将计生大概4成 3月份就赚了1.39 4月份大概可以赚到1.5到1.6 所以算一算就是说 第二季如果说营收计生4成 那单月份都超过1.5到1.6 那第二季的单季大概可以赚大概5块钱 全年大概有18块钱的水准 因为下半年还要再涨价 还要准备要外销 所以一年要赚18块钱的公司 而且今年是主流股中的主流股 那你说股价现在只有大概230块钱 这一波最高是254块 其实怎么看都不算贵 怎么看都不算贵 毕竟这一波闽城的部分 今天的股价还在做第二天的修正 股价大概210块钱 这波最高是299块半 接近300块钱 今年估计也是赚大概18块 所以两家都赚18块钱的 不支部的口罩不支部的厂商 无论未来股价都还有非常大的表现空间 所以回过头来 为什么这些股票在跌下来 甚至跌停板的过程 我都不会改变我的看法 因为当你看到恒大营收开出来 它就是泊山里 南六营收开出来 不止7.5还跳到7.9 接近8亿 都符合我们对数字的掌握 都是一路往上开 而且优于是我们的预期 就表示就是说 我们帮大家挑的 确实就是数字最逐数的金平股 那我坚持带大家买的 都是最强势的金平股 他们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都有最好的EPS 都最强的成长性 以及最棒的市占率 因为我照顾的达人家族成员 人数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少折几十万一两百万的 多的上千万的 五千万六千万的 甚至更多的都有 这么大的资金 是我一个人在扛这个绩效 所以我的选股的部分 我必须要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谨慎 不能有太大的失误 我可以忍受我买的股票 市场不好 它跌下来 短线的拉回 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我不能接受说 是我今天买的股票 它的数字不好 它是买的是一个很烂的股票 结果它股票出现一个 非常大幅的回档 那个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要照顾好 大家的身家财产 所以我要照顾大家的资产 我要照顾我们达人家族成员的 所有的人的选股 然后带着大家做最精准的操作 比如说南六买两百 卖两百三 然后再做第二套 加登买一七二 卖在大概一九三 然后准备再来做第二套的操作 那或者是当初的仓和买在一百九 卖在大概三百三三百四 那一波是赚了大概八成 更不要说四星的部分 也是赚了大概九成 所以一波一波的来 那这中间都要非常精准的操作 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是选股 就是说我要照顾好你的资产 我就要把你的选股 选的是最好的基民股 然后来回的操作 最后让大家得到一个最好的绩效 那当大家跟着我的操作 不断的在基民股里面赚到那些数字往上开 股价因此大涨一波的 应该赚到的这个波段的行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生活品质 你可以照顾好自己 你可以做最好的享受 你可以买车 你可以买房 甚至你可以把家人照顾得非常好 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成为达人家族成员 这个是带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那因为我们是这么认真 在带着大家超过一档一档的基民股 所以诚挚的欢迎大家都来成为 我们家族成员的一分子 由我帮你选股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轻松 只要照着我的指令做操作 一个时间过去的好股票的绩效 这个数字一路往上开 最后你会发现 原来买好股票买基民股 赚他们营收数字 获利数字一路往上成长的 这种波段的行情 其实并不难 赚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我们无需去买所谓的转机股跟投机股 真的都不需要 就买基民股就可以了 所以欢迎大家成为家族成员 128操作到年底的最好的活动 就是你成为家族成员的最简单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实惠的方式 也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好机会 等会我们再聊 小股票 好 欢迎来到现场 那现在已经是五月份 五穷六绝七上吊 今年会格外的明显 除非是你有一些 比如说远距教学的相关的一些 晶片产品 比如说notebook 或者是你有5G 或者是你有一些防疫的相关的晶片 不然的话电子股来说的话 整个第二季它的单机会比较明确 电子股它的比重一定会降 它的强度会降 取核代资的防疫股升级股 我认为仍然是会强势的主流 你不要看到好像这两天好像都在跌 前面是天天飙涨停板 所以会跌停板的强势股 后面它才会涨停板 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过个两天你就发现说最强势的还是在这边 除了口罩股是需求最强的之外 另外一个快塞的检测的事迹的部分 你要密切来做一个留意 其中瑞机的部分 今天从跌停板拉到红盘204.5元 从低档拉上来 低档拉上来就拉了大概11%上来 实在是强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营收4月份营收是月增55% 大幅度创历史的新高 就是因为快塞事迹出货大幅度的翻倍 从出货先7万到4月份的15万剂 预计5月份要出30万剂 后面目标机台拉到位之后 准备目标要月产100万剂 后面这个是爆发式的一个成长 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大家要重新的开放它的一个国境 要让大家人员可以往来 你要让外国人入境 你如果没有要把它隔离的话 你就要做筛检 你要用快塞去测试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感染新冠肺炎 如果没有的话你才能放人进来 所以未来快塞的市场 包含你要上班 你要做好防疫的一些工作的话 快塞市场是非常大的 瑞基的部分目前是第一个代表股 另外今天有一档股票点满的是1760的保龄 今天第一版我认为是市场的一个错杀 这是最好的一个买点 趁着这个点满 买绝对是不会吃亏 新民股就是要趁拉回买季 因为它的快塞市计只要10分钟就可以验出结果 是中研院的授权 台湾市场只有一趴 今天跌停板是因为台湾被退键要求补键 所以今天就当做利空在跌停板 但台湾市场只有占一趴 台湾不过也没有问题 重点是欧美市场占八成 6月如果说欧美如期上市的话 获利营收将会直追瑞基 我想这是一档不得了的股票 所以瑞基跟保龄基本上是快塞的两档指标股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帮大家选的都是最棒的疾病股 你只要跟着我的指定一档一档操作 后面就可以赚大钱 利用128操作到年底的活动 来成为达人家族的成员 这个就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欢迎大家来加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库挡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